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個 這一道神奇的光線 哈哈,好啦 為什麼可以創造這樣的神奇的光線呢 有點像是Bohemian Rhapsody MV這樣子 神奇控制的光束呢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個 Leaf Filter的Black Foil 這個是黑色的消光鋁箔 它可以讓你控制你的光線照射的範圍 讓它局限不會照到奇怪的地方 像是我的背井啊 或是旁邊的任何東西 控制光線的神奇好工具 平常如果你要控制光線照射範圍 有幾種方式 像是這樣子 加上蜂巢 讓光線不會亂照 照到我旁邊 像是這個白牆啊 或是後面的背井 另外一種控制光線的照射範圍的工具 就是我們的四頁片 那這就是我們很多很多 最經典的燈具 就是如果你不是拍片人 大家看到的燈應該都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前面有這樣子四個頁片 又像是什麼劇場燈啊 或是什麼燈 這就是拿來控制光線 就是像是這樣子 我想要讓它不要照射到鏡頭 我就這樣子 但是我的光線還是有 照過來了 一個神奇的工具 下一種控制光線的方法 就是你拿任何黑色的東西 拿來遮擋光線 像是黑色的布啊 黑色的板子 黑色的任何東西 只要它不會反光 你就可以拿來遮擋你不要被照射的地方 那今天要來開箱分享這個 Leafilter Black Foil 它只是其中一種控制光線的方法 但是它有一些優點是 其他工具沒有的 那我們待會開箱的時候 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要購買黑鋁箔的話 目前有兩間最大的製造廠商 一間就是這個Leafilter 那另外一間叫做Rosco 那我手中拿的這個是小尺寸版本 小尺寸版本 就是寬度比較窄的版本 這是30公分寬度的 那它們兩間都有做比較大寬度的 就是看你自己的使用需求來購買 OK之後我們今天的消光黑鋁箔 那它最高境界就是如果你有光線照射到它 應該不會出現這種反射效果 就是盡可能它要把光線全部吸收掉 然後來控制光線 但是目前應該是沒有這種材質 或者是有這種材質 就是那種世界最黑的塗料嘛 但是那個價錢應該也有一些考量吧 或者是那些太稀有了 沒有辦法像這樣子大量製造 所以這個應該是目前他們找到 最消光的黑色的東西 可以讓你來控制你的光線 那這個消光黑鋁箔 它的兩面都是消光的 所以你就沒有正反面之分 兩面都可以使用 那它跟你平常煮菜用的鋁箔紙 其實應該材質是一樣的 但是它稍微厚了一些些 就是它比較可以塑形 像是我想要讓它變90度 我就折90度 它就會保持在90度的狀態 就我想要怎麼樣控制它 讓它變不同形狀 它就會維持在那邊 這黑鋁箔就沒有像你平常在煮菜 有那種刀片 一絲的刀片 就可以這樣子 一下子就可以撕一整片下來 雖然鋁箔是可以直接用手撕下來的 但是就不太方便 有一點不太方便啦 就你要先有剪刀或是美工刀 你才能來裁切完整的直線 不然你就是會撕成像這樣子破碎 那這個黑鋁箔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它耐高溫 所以你不管是放在這種小小的LED燈上面 或是你要放在大的熱燈上面 全部都OK 就它不怕燒啦 就是多高的溫度 它應該都不會融化 如果在戶外拍攝的話 你就比較不可能拿你的蜂巢在戶外拍攝 因為它會濕 那你也不可能拿你的黑色的布來外面 因為它也會濕 那黑鋁箔呢 不怕水 所以你在戶外拍攝的話 它還可以甚至當作你的防水工具 就是你在燈上面加上黑鋁箔 你的燈就變防水了 就防雨啦 不是防水 防雨 這個黑鋁箔其實它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反光 但是我覺得它吸光的效果已經非常好了 如果我把它拿來遮擋的話 哇塞 就幾乎就可以把所有的光線控制住 而且不會反射到整個房間裡面 就雖然有一點反光 但是我覺得還是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我們就隨便拿幾盞小燈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到底怎麼來遮擋 控制你的光線照射的範圍 像是這樣的小燈 它沒有任何的風潮 它也沒有任何的四葉片 那它現在是幾乎360度的大漏光 就是我把它放在我前面 它還是會照射到我 就我沒有照射我 但是它還是會照射到我 如果你想要控制光線的話 你就直接拿這個黑鋁箔把它包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目前 完全沒有任何的漏光 就是我現在拿著 完全不會照射到我臉 那我們前面這一段的長度呢 就取決於你想要控制光線的照射範圍 所以你要照射範圍越寬廣的話 你就剪短一點點 那如果你要照射範圍就是這麼這麼的小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黑鋁箔用非常非常長 看你想要用多長就用多長 那加上黑鋁箔你真的可以輕鬆的 控制你光線照射的範圍 像是我現在要照射後面的牆壁 那就只有後面白色的牆壁會亮 我風潮就不會被照到 那我現在我只想要照射到我的風潮 那後面的白色牆壁就不會被照到 真的是超猛 我現在想要照到我的人 我可能要照到這邊嗎 那就只有照到我的人 它不會照射到整間房間全部都變亮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控制光線的小工具 所以像是這樣子比較厚的鋁箔 你就可以輕鬆的固定它的形狀 我想要讓它現在維持這樣的形狀 它就會維持這樣的形狀 一直維持下去 而不會像是你平常煮菜的那種鋁箔 只要長度一長它就會開始軟爛 像這樣子長度這麼長 它不會軟爛 它會維持它的形狀 我們來給它看一下before跟after好了 現在是加上黑鋁箔 然後把LED燈 目前是拿在我手上往上照 那我們把黑鋁箔拿掉 那我們把黑鋁箔拿掉 我們燈放在一模一樣的位置 我們現在照到我的臉 照到後面的風潮 照到後面的牆壁 什麼都照到 你這樣完全沒有辦法控制光線 就是一個亂照的概念 我不管拿到哪裡 我整間房間都會亮起來 那這個黑鋁箔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拍攝完 你要收納的時候 這超輕 你又可以把它變成超薄 所以你放在任何的行李箱啊 或者是你的背包裡面 完全不會有負擔 這隨身攜帶 就是你每次拍攝一定要帶這個東西 這真的是超猛 那下一個我們要示範的燈 就是我們的LED燈棒 那像是我這樣一根燈棒 我只想要照射到我的人 但是我沒有想要照到後面的牆壁啊 怎麼辦 你可以買蜂巢 像是這種燈棒 它有販售蜂巢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去加上去 但是蜂巢還蠻貴的 你就看你有沒有預算 那如果不要蜂巢 加上黑鋁箔 黑鋁箔加上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這麼準確的控制我們的光線 現在我只想要照到我 就只有照到我 不會照到後面的牆壁 那我現在想要照到蜂巢 那就只有照到蜂巢 不會照到後面的牆壁 那我想要照到後面的牆壁 我不會照到蜂巢 也不會照到我 就是這麼簡單 控制你的光線 真的是超棒 我們來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你看差別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大 如何控制你的光線 這個真的是一個超級棒的工具 黑鋁箔 我推薦大家都買起來 不管你是要放小燈啊 大燈啊 奇怪的燈 手機手電筒 什麼台燈 你想放什麼 都可以放 只要會亮的東西 你想要控制它 你就可以買這個黑鋁箔 你看像剛剛120公分的黑鋁箔 現在折一折 只有我手上這麼小一片而已 真的防水 輕巧又好收納的黑鋁箔 還不把它買起來 那我手上這一捲黑鋁箔 價錢是1600塊 那你可能說 哇賽 一捲鋁箔只要1600塊 我一定是腦袋壞掉才會購買 但是你看看我身後 這個蜂巢 你如果要買好的 可能就要上萬塊 而且你買了一個尺寸 你不能讓它縮小 或是讓它變大 你買一個尺寸 你就不能讓它 放到不同的工具上面 你買一個尺寸 就是一個尺寸 如果你買四葉片的話 也是一樣 你就只有放在 在同一種工具上面使用 你沒有辦法把它拿到 不同的工具上面使用 那如果你用黑鋁箔的話 你就可以放在 各種不同的燈具上面 不管是小燈啊 或是大燈上面 冷的燈 熱的燈 奇怪的燈 扭曲變形的燈 全部都可以放 就變成一個 隨心所欲的 控光工具 而不會受到任何的限制 在影片結束之前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頭頂上這一盞燈的 before跟after 那現在是有加上 黑鋁箔 控制光線 只有照到我 那黑鋁箔拿掉之後 就會長這樣子 照到後面牆壁 照到任何東西 無法控制的光線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 Leafilter Black Foil 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 全部都是開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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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